《齊來靈修》 歡迎你看《齊來靈修》兩分鐘 今天我們會看到《加拉提書》第二章的下半部分 使徒保羅提到有一些假弟兄攻擊他所宣講恩信清義的福音 這班批評保羅的人他們這樣說 既然就這樣一個信字就可以清易得救 是不是可以不理律法、戒命不斷犯罪 這樣基督的救恩也促進了罪惡的發生 保羅說絕對不是 保羅說到好行為不是為著得救去做 而是得救之後會結出的果子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屬於基督 保羅在十九節這樣說 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 使我可以向上帝活著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格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恩信上帝的兒子而活 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在律法界面上我們永遠都達不到上帝的標準 但因為信我們知道基督為我們這些達不到標準而受了刑罰 因為信我們就與基督一起被律法釘死 他是一同復活 與主耶穌聯結在一起 當我們看著自己過去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很多不足 軟弱無力 很多醜惡 我們會因為律法所帶來的結果 就這樣就死了 良心終日受到疾病 但當我們仍看著基督的時候 我們見到律法所帶來的結果 已經常還清了 我們見到的是圓滿、剛強、尾線 我們有無愧的良心 讓我們可以行在上帝的旨意當中 我們有哪一刻 我們沒有望向基督 我們就糟糕了 所以我們要每一天、每一刻 我們都要看著基督 好像保羅這樣說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讓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慈悲仁和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賜下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讓我們每一天 我們望的不再是我們以前的舊我 而是活在我們裡面的基督 主耶穌 求主你帶領我們 讓我們活出一個 行事為人和照命相稱的信徒生命 求主你帶領 以上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阿們 今天的齊來靈修兩分鐘到這裡 願上帝祝福你一個美好的一天 明天見 see you 你們 你們 你 好吃 怎麼